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上真实的它们相差非常的大 但一些编剧为了提高电视剧的知名度 以及获得观众们的喜欢 不惜违背真实的历史 虽说这些电视剧给人们带来了欢乐 但是也误导了一大批的青少年以及成年人 一些学者认为 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下面让我为大家带来三个比较典型的人物 她们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 可以说非常臭 但在电视剧里面经过洗白 却都成了好人 成了正义的人物 第一个就是芈月 想必大家都看过芈月传 在这部剧里面 芈月被塑造成了一个非常聪明 以及老实本分的贤惠女子 自从进宫之后 在后宫当中为人非常的低调 从来都不过问朝廷中的一些大事 她和后宫中其 她的女子也不一样 从来也不争夺皇上的处 是一个心力善良 而且又被人们所尊敬的妃子 尤其是在塑造她和义渠王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她们更是被塑造成一段非常美好的友谊 实在是让人羡慕 展开权文但真实的历史 却并不是这样 相反的是芈月经常在后宫当中 做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 为了掌握大权 还不停地干涉朝廷上的一些事情 更让人感到无语的就是 她和义渠王之间 并没有什么纯洁的友谊 有着说不清的暧昧关系 第二个就是朱祁镇 在现在一些明朝的电视剧当中 朱祁镇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明君 她为了明朝的江山 以及老百姓的安威力经图治 让人对她是非常的敬佩 但是在真正的历史当中 她的表现却令人非常失望 她是一个相当冷酷的暴君 经常看谁不顺眼就杀人 她在位期间并没有做出多少功绩 另一点让人争议的 就是她非常痛恨她的弟弟 在她的弟弟死后 她还专门把弟弟的坟墓挖出来编尸 这种行为让人发指 第三个就是纪晓兰 她的人物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 而电视剧里面的她 是一个才高八斗的清官 她与和珅相比 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 而且她对女色一点也不贪恋 但是史书中记载的纪晓兰 却是一个对女色相当沉迷的人 不管做什么事 身边都要有女子陪伴 即便在看书的时候 也要左拥右抱 在平时出行的时候更是厉害 身边必须要随身携带 两个姿色还不错的女子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不知道大家对纪晓兰的形象 有何看法呢 为主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